為了要遏止車禍肇事逃逸行為 新北市警局從六月一號開始 要實施檢舉新制 只要民眾提供肇事逃逸 或是交通事故的影像 幫助警方釐清事故原因 就能夠獲得檢舉獎勵金 從一千元到一萬元不等 行車記錄器 拍下一輛機車疑似超車不當 擦撞另一台機車 導致無辜歧視慘衰 但肇事歧視卻沒下車查看 翻到催油門落跑 像這樣類似的趙陶事件層出不窮 為了遏止車禍趙陶行為 新北警方祭出檢舉新制 從六月一號開始 只要民眾檢舉就有獎勵金 協助警方在釐清意外的發生 或怎麼樣之類的話 我覺得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最主要應該是說 可以幫助到這個事件 能夠更快的水落石出 新北警察局表示 只要民眾提供交通事故 肇事逃逸或是道路交通事故 錄影資料 協助警方釐清肇事或交通事故原因 都能領取檢舉獎金 首先可以下載警方的app 再申請服務專區 點選交通事故影音上傳平臺 再填寫輸入事故車號 時間地點等資訊 提供給警方審核結果 警方會以書面通知 再合發獎金 如果提供的是道路事故影像 最低獎金一千元 最高五千元 但如果是提供肇事逃逸影影像 獎金則從三千到一萬元不等 其實有時候在可能事故 有些死角部分 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民眾可以如果有好心能 可以提供我們事故影像的話 我們可以把案件 理性的更全面 警方表示民眾 檢舉採實名制 如果是匿名或提供不實資料 或是同一起交通事故 已經領過獎勵金 都無法核發獎勵金 期判閒置上路後 能有助警方調查交通事故 和兆陶事件 記者原此 郭俊麟新北報導 我們好評審 我們好評審 郭俊麟新北 請招待